大家好,我是三国沙UP主,将军楼上起了 很久没有给大家做三国沙的视频了 这次呢,就是朋友给了我两个视频素材费,我给他做出来 对吧,我看了一下呢,我也不知道打得好不好 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判断 因为这个总的来说的话,算是我自己的才能给你们讲我的思路嘛 反正我们跟着他的思路走 完了以后,开一下证据就是到底有哪些精彩的地方吧 其实像内建的话呢,这几个选将当中的话呢 被迷惑还是比较适合的 然后再做内建比较适合的就是公孙渊 然后再,如果我也可以玩对吧 反正喜欢玩什么就玩什么吧 哦,那个 刚刚的时候那个没有开 我麦好像坏掉了,我不知道那个背景音乐到底怎么样 就一定要先看着吧 这个第一个纵鬼给了那个,呃,呃,魁 纵魁 第一个纵魁给了那个周瑜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哈 曹冲,周瑜和徐氏三个人当中给一个嘛 然后周瑜的嘲讽呢,相对来说的话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再加上 哦,呃,给你们起手判断一下身份吧,好吧 那么我觉得这个酱面的话呢,庞德,因为它是个胃庞德嘛 所以说是偏反的 然后,呃,看一下剑黄盖的身份 剑黄盖看能不能跳中 因为反贼,反贼面太那个啥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反贼的面 但是因为张继是群雄的一个武将 然后暂时先不管它能标出来的反贼,对吧 这个我只是大致的就是如果看见面的话就这么判断的哈 不是说我就是判断的对错与否像什么之类的东西 如果把张继标成一个反贼的话呢 徐氏和剑黄盖当中的初忠诚嘛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嘛,对吧 这个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判断 然后再看剧星走向吧 剧星走向的话呢,庞德跳了一个反贼 庞德跳反利索当然了哈,再加上手反比较 他跳出来了以后,徐氏跟着跳了一个反贼 这个位置我给你们讲哈 这个位置,呃 说是那个给反贼一张牌完了以后装身份 其实也有可能 因为前志位的曹窗和周瑜 他都是偏反的那么样的一个将棉 如果这边欧着那个 徐氏打的话呢,徐氏可能有点受不了的吧 我们背景音乐开着嘛 我算了就这么听了,你们 周瑜,黄盖这边开个,呜 其实我就很想把他标反了 结果他的动作就 动作他跳了一个忠诚 也是把曹窗就当成一个 觉得他是一个那个反贼的将棉 这个没什么害怕的问题 我判断也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无限可及给过那个啥了以后 结果跳出来了一个忠诚 哎,剧情跌宕起伏对吧 那前志位两个忠诚跳出来了后志位顺之表反对吧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说这标我又给你们大家强调两手的忠诚 就是,哦 我们看匠面判定身份不一定百分之百是正确的 而只是说偏向型 所以说这个希望大家能弄懂 而终于动都没动 结果被救被作死了 其中死了一个反贼 这个对于我们来 就是说对于内战控场来说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们只要注意一下了对吧 像曹冲看他容易死 但是剑黄盖其实这边是不用太空的 因为剑黄盖本身有输出的同时 他自己会压自己的血线 就看一下后期这个曹冲怎么哄 可虚意识 反贼方呢其实还是比较想去那个集火张角的哈 这个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这边没有距离 就帮着压了一下曹冲 再加上曹冲如果不死的话 压张角的血线也压不下来对吧 这张南蛮呢是享受庞德的同时 打死曹冲 我估计曹冲会打不死他 张角给了个桃子 然后这边出了一张米红酒 那更不容易死了 那反贼那个叫什么 群雄方的反贼方的话呢 这个时候就 张继略命结果略了一张 乐不思蜀 还是可以的 张角其实是有点刻张继的对吗 虽然说那个小刻吧 但是还是有点刻 这个还是张角其实没什么太大的 可能会死的地方哈 这个灵线啊 这是神灵线 然后因为就张角这边一血 然后乔冲是三个装备嘛 其实总的来说的话 张角其实还是比较 比较压力 就比较压力 你看如果我们刚才说的那样的 黄盖在帮你控场的同时呢 实际上他自己的血线也压下去了 这就是一个 就稍微 就是想能想出来的那么样的一个点哈 可虚异 就是像那个的话呢 像反贼方的话呢 他们还是比较愿意去帮你控控曹冲的 因为曹冲不死的话 张角死不了了 然后曹冲这个时候其实留着也还有用 这张九是明九哈 对 像张静样说的是明九 这个时候给了一张闪 这张闪其实如果张记掠命的话 他还是能掠出来的 这张闪能是必要给 嗯然后张记掠命了 剑魂盖 张角这个时候也没人杀嘛 对吧 他判定的话 红色盘也没有办法去盖闪电的判定 一张二点的闪电判定盘 应该要给 庞格了 因为在后面的剑魂盖和曹冲当中 他手里有一张闪一张黑桃的剑魂盖 有可能直接用来 把后织为终成为帮的 所以说 这张闪剑 看一下也是一张名堂 注意一下曹冲拿的判 他可以 稍微的 第二因为新张角嘛 刚好那个一控 其实给我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个人头给张角 其实还算是不够的啊 嗯我是这么觉得的 张角收三张牌的同时 曹冲手里有一张闪 就是 嗯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控得住的局 然后再补一下张角的那个 叫啥子 手牌数上线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是这么想的哈 就 他们的控场 我不能说什么东西 反正这两边 这边两个陶子的话呢 背迷糊总的来说的话 许诗还是能救我们来说 可需 看一下许诗怎么打吧 准备好 拼准 这边而背迷糊还是优先 想去要把曹冲他死好 这个控场必打 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没什么多大的问题 这个张角压到一选了 其实我觉得反对这个打法 是有问题的哈 我觉得张角凉起可以的 凉起完了以后 张记一个略命嘛 等一张九杀 或者是等一张别的什么东西 之类的东西 就是草丛救不过来的话 就还比较好一点 然后再加上草丛这点 内肩再控制 把张角压到一选 我感觉其实不是很合适 压到一选了以后 草丛就只能讲完了对吧 这个打法我觉得很奇怪 虽然是戒环盖 本身不讲完了 但是这边我给大家讲一下哈 嗯 戒环盖去 嗯 应该是戒环盖 不讲完了 这个是就不管他不管他 就先不管管他吧 看一下 那间已经没有那个了 那间已经没有那个距离了 草丛这边是一张闪 火宫 一张名的闪 一张名的闪 火宫 一张名的闪 火宫 真是太有趣了 算吧 这边是没有那个啥的 没有改摊的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 这个没必要 给了一个会是那个啥的 张角肯定是能火过来的 但是你作为内奸的话 你稍微撑一撑张角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基本上对吧 这边丢桃了 丢桃了是什么意思 手里还有桃 或者是有虚报牌 对吧 对好 张继丢桃了以后 说明手里是有虚报牌的 所以说这样桃源能砍 基本上 就是怕那个 张继直接打死张角嘛 曹冲这边一鸣闪的 一简一马的情况下 再加上内奸没有桃子 一张虐命 两张杀 基本上张角就死了 天意如此 这个还是要给大家 强调的一个问题哈 张角在有名牌的情况下 徐师没必要去判这张八卦 这不是给张角过牌吗 对吧 给了过了一张 这个时候其实有距离的话 打一打曹冲是不愧的哈 打一打曹冲 提高曹冲的那个叫什么 技能的同时呢 玩完以后还能保住张角 这道物类的 然后五张牌张角收了 收了的话还好吧 比曹冲收会更好一点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哈 现在木牛牛马改了 然后里面只能存五张牌 实际上呢 是就是在大家如果没有机会去杀你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就是木马里面优先的存留攻击牌 这个和以前又稍微不大一样了 张乐去反乐了一下那个觉醒的 把背鸣糊 防止背鸣糊一轮直接推掉曹冲 这个基本上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过拆和顺手直接举那个 地 萧奎兰以后保下了这张物理 有什么太大问题 有了一张九杂 撒四杂对吧 手里四杀看能不能搞死草虫吧 就我感觉好这个这个火工可以给给一下看一下方片 看一下方片红桃什么之类的东西 清一下他手里的攻击牌 这一片土地的人 哪里来的乱戒 雷香 孰众孰亲 一称变之 这个这这刀带的有问题哈 为什么说这刀带的有问题 因为你这刀单纱 如果说张桥这边出闪完了以后 填判过你 然后再自己填判了一张就是 就是改判 改判了一张桃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完了以后再撑一下草虫的话呢 对你来说是比较打比较难打 就你没法及于这一顺利压一下刀子很危险 就我稳着点打不过 龙王盾肯定相较至于之下的话 你把刀带也好 是你没必要这么着急吧 你一张木马的情况下一个悲鸣狐 这么着急的 好完了以后不敢打了 这刀可以放到木马里头的哈 闪这种东西 对 刀里面放一些可以用的盘 闪这种东西根本就没必要放在木马里头 大家都在续报对吧 续报一线盘完了以后直接打张角就可以了 木马里面直接放杀闪 对于奔迷糊来讲的话 因为这边有魁嘛 每回合一魁 每回合一魁 单挑无敌 闪都不用留 对于我来讲的话我感觉 莫合拆墙 顺手牵羊 火伤 酒 防了一刀九杀 张角 这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被迷糊 还是打得有点急 讲道理 那基本上后期就单挑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可能有一点点小瑕疵哈 这边你看 就是应该优先的 就是那个我就用木马里的闪 因为木马里的闪根本 它是一个占地方的 对我来讲的话 感觉 大王天使的机器有我空 这边白石子放大王木马里面 真是很独立的操作哈 这个反正细节上就不再多说了 从细节处理的话 这方面就不用多说了 木马里面现在因为它只存了五张牌的话 肯定是优先放可以用出这个牌的哈 天意如此 这片土地的人 确实太有趣了 第一个单挑 没什么看的了哈 没回合一捆张脚打不动的 这张木马也拆不掉 再有一张无缺可欺 然后在无捆的情况下 巨雷测电 不给过牌 然后存了一张射 好 这可以用捆啊 对吧 它这个应该是亲木马里的傻 可能突然意识到自己有点蠢 在木马里面留了一张傻 所以说 直接把这张傻也没清掉了 原码就是第一局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局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不是很出彩 只能说就排域还比较好吧 哈哈哈哈 因为第一局的话呢 总的来说控场的话 总的来说还算是有思路的话 第二局的话呢 更倾向于排域一些问题了 这是一个我从来都不选的 诸葛蛋主 诸葛蛋 其实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武将哈 这个武将 呃 叫做等中死武将 因为他在中死以前根本就没技能 而中死以后呢 自己有一波小爆发的同时呢 你自己的中和你打配合的人又没了 所以说 我本身不是很喜欢这个武将哈 然后再和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场面的 嗯 那么样的一个 降面吧 我觉得这样这种局的话呢 这个可能偏内对吧 然后这个偏内 这个又不用说了 反正如果有留表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孙上香可以表反了 然后再做词可能偏 中内 然后末位的假许可能偏反 然后再看一下西日财富的谁 鲁汁肯定又是偏反的哈 因为鲁汁和猪鬼蛋是没有配合的 这个希望大家能明白 然后基本上武将分析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这个偏向性哈 为什么就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偏向性 偏向性就是 呃 以主中方骑手劣势的情况下 你不知道忙谁的时候呢 你就忙偏向反的那些人 这个是为什么就是说骑手的话 会有一个降面分析啊 然后一个位置分析像这个样子的 对吧 刘表起手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管他反正 大表哥就不管他了 左思 左思是贝勒吗 左思没贝勒呀 丢过拆 这是暴什么啦 暴暴内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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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限可击谁叫的 我看一下啊 刘表打出无限可击 哦 这个跳中了 对吗 我给你 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这个可能就比较稍微影响判断的一点哈 左思跳中内的嘛 对吧 我估计可能是卡了 这个画声音没刷 就先不管他啊 气质才没有往后注意压 并且没有在没有辅主的情况下 这是反哈 因为刚刚的时候我忘说了 他没有辅主其实还是反的 然后这个跳反 住环是干嘛了的 你们忘了就是看着吧 自己选择吧 我给大家讲一个问题哈 我觉得就这个时候对我来讲的话呢 这边是齐了加西莫之未开 那个开大呢 实际上是要那个左思四嘛 因为两边卡加一的情况下 丢表这边还能反压左思一刀 完了以后这波开大了以后左思必死的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个反向 然后我们直接搞死左思 这事和我想的又不一代的大一样 风险抓战 剑锋立业 这个 然后这个终于跳中了 我只是跳中了这个 他我们没怎么看明白 可能是他们觉得左思偏反 因为 呃我想想哈 这个没有左思偏反这一说 因为这末就为这些其实都是跳的反嘛 对吧 这还跳完 不然跳的没有 我觉得左思这个是一个忠诚的那么样的一个身份 这个大气是没必要开出来的 这个大开了以后 明显是 这个叫啥子 主中方便是什么 这个大有问题 那死中完以后就觉醒了 所以说就不是很推崇这个武将 我觉得这个武将 他本身的 你一代朗 就是对自己残忍 但是不说 双无蟹 还有一张无蟹可能就是在 呃 那个内剑棚的手里了哈 因为还有一张无蟹堵条嘛 一南蛮一卷斗 没有杀死 没有杀桃的情况下 没有 没有杀桃的情况下 你知应该是死的 然后再压那个猪华 没有什么问题 你当一丝马是分 猪狗蛋 你看就是 死人了以后 他还是有一波小爆发的马虫 对吧 一个死中主吧 哈哈 有着没事成全盼望着忠诚干净死 那天在空场了 八岛距离的同时呢 压了一波假石 我觉得这个 空场有问题啊 诸葛丹 血线这么高的情况下 细制裁的距离 是没有必要拆的 细制裁 不管有没有距离 主中方 就是你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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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危险的 那么细制裁 加了个距离 就算是帮你压 就也帮你空场 我觉得这个距离 是没有必要拆的 对吧 他不会去打你那把 对吧 一个6秒 我觉得没必要 然后40彩 很漂亮 然后这波天过 还算是比较重要吧 然后刚好 一拆一顺 这个拆是去拆桃子的 上高水 变岁月如常 封城拔战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又有一个处理性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古丁刀大了 你血线明显冲突的情况下 我学这张古丁刀是可以藏在手里的 因为这张古丁刀对于你来讲的 不算是一张k牌 是吧 你看 这个拆 这个拆就就很有灵性对吧 顶着一张古丁刀的情况下 一不拆张古丁刀 去优先输出这个 我觉得没必要对吧 二打一就稳着大马 去拆桃 然后再把中环收掉 中环收掉了以后 有一个异性的国家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操作性没什么问题哈 排队也还不错 但是 这算是少有的 就是主攻诸葛蛋 发挥还比较好的 那么样的局势吧 因为总的来说的话 诸葛蛋 不不算是一个就是 特别适合打那种 但是 呃精彩之的那么样的一个 主攻哈 他挺不错的 长得可以赏金面目 玩以后又让你可以玩下去的 有那种欲望的吧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 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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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